拉布条喊口号抗议退休金被剥削 新制规定雇主提拨6% 薪资当劳工退休金 根本不够退休生活 希望提高到12.5% 我们过去到现在 其实很多的劳动部长被人家抱怨 就是叫资方部长 数字会说话 以劳动部的提拨率6% 60岁退休后 每个月仅能领取2939元 每个月不到3000元 连温饱三餐都有问题 老了又怎么过生活 新制是救治的不到一半 那对我们劳工的退休来讲 生活上是没什么好保障 劳工的薪水里面 提高6%去到我们的专有账户 但是这6%是我们劳工本来的薪资 并不是老板额外的提出 我想对我们劳工来讲 这是一项权益的损失 我觉得至少目前政府 在处理这件事情上面 它制造人民的相对剥夺感 政府当年修出来规定 导致民众变不公平 张教军公教月退领4到8万 劳团相对弱势 当然很少啊 提拨的很少啊 自己存钱比较快吧 退休金喔 其实以目前的经济局势来讲的话 我觉得没有人会认为多 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下 自己的付出的程度啊 努力然后再决定说 你退休金的多寡 劳退新制就像一件国王的新衣 政府恐怕要还劳工公道 否则难息怒火 东森财经书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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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